国外商人带来的猎犬与我国土猎犬搭配之后 诞生了一款顶级猎犬 很多国人还不认识它 太昌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去过 400年前此地人烟稀少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 但是到了清朝之后 这里渐渐兴旺了起来 发展成一个港口城市 南来北往的商人也日渐增多 其中大量的国外商人也来到这里淘金 这些欧洲的商人带来了一种猎犬 高价出售给当地富户 这种猎犬叫做杰克罗素根 这种欧洲猎犬与当地土猎犬混血之后 诞生了一款身手敏捷 胆大自信 爆发力极强的小型猎犬 抓野兔捕捉小型猎物 那是相当优秀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 体型虽然不大 但是耐力出奇的好 非常善于奔跑 由于原产地是太仓 所以顾名思义叫做太仓犬